诗情 画意 借我的语言带您领略诗歌之妙 我们来说唐诗慢慢的走入圣堂 说到了圣堂的山水田园派 田园梦浩然领先 山水呢 山水当中怎么能少得了王维 王维是个全才 首先呢 王维据历史记载说长得特别的帅 而且诗写的好 画画画的自成一体自成一家 而且呢承袭着家族的这个事业 他的爷爷就是朝中的大乐城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中央交响乐团的团长 就是整个音乐界 他爷爷是领弦 而后来王维也做了大乐城 王维的一首琵琶 弹得让世人接到精妙 就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那么他在官场上应该说呢 相对而言也比较顺利 比如他做过幼时宜 时宜还只是用他的意见 给皇帝做一个补充 那后来呢 做到上书幼城 当然了 王维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坎 就是安世之乱 安世之乱 王维被抓到了 因为安禄山他要登记 他要做皇上 那他应该有他本朝的这个交响乐 有本朝的这个音乐 那么要谁来做 让王维 那后来等到把安禄山的叛变平复了以后 就要找谁给魏朝当国官 那么王维 官押在监狱当中 论罪当展 是他的同样在朝为官的弟弟 以自己的官位为交换 让王维呢 又活了下来 因此 王维其实晚年 包括就是后期啊 包括他的妻子去世 他也是深情款款啊 终生不娶 所以他意识到人世之间的快乐 可能应该在山水之中 我们要讲唐代的诗人 王维被称为叫 诗佛 不是他归依佛门 而是呢 在他的诗中 有太多的禅意和佛意 也有人评价王维的诗 叫做百转流英 功伤蝶奏 什么意思啊 就是明明是写诗 但听起来却有那种音乐之美 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心无所行 心地若空 惠日自现 就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在意 他的诗当中 空是比较多的 但是由此呢 却让我们一下子 什么叫惠日自现呀 就是体会到人世之间 很多的哲理 就一下看明白了 比如说他那首著名的路寨 那么柴字 我们应该念寨 它指的是围路的这个栏杆 所谓空山不见人 我们说讲空嘛 这个地方没有人 这个山静 王维他晚年 他有一个别墅 叫做这个网川别叶 在这里头呢 和朋友应对 和朋友自己流连 因此呢 他也经常在山中观览 那在王维的诗中 空山的这个意象 是相当的多的 一景色优美 再一个放空安静 没有人 但闻人余想 我们讲若隐若现 是吧 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远离 就是我自己的安静 和外面的声音 能够形成一体 而繁影入森林 复照青台上 有声音 也有颜色 有这个光影 王维还有我们提到的鸟鸣鸣鸣鸣鸣鸣当中写到了 人嫌桂花落 夜尽春山空 有人提说 说这个桂花呀 是不是就应该是九月份啊 我们讲八月桂花香吗 应该是秋天啊 怎么还春山空 但是有时候 诗呢 它是不讲道理 所谓不讲道理 不要拿人事之间的很多的常理去要求诗人 当然了也有讲到说 这个桂花是不是就指的是月亮啊 人嫌安静下来 月亮呢 慢慢慢慢的落山 才让我们体会到春山空 读王维的诗 你要感受到 好像总是有一个杯子 有时候你把它倒空 但是空就和这个满 又是相辅相成的 而月出荆山鸟 月亮出来 多么的安静啊 鸟都吓一跳 这种荆可能是荆吓 当然也可以是荆喜 是吧 诗鸣春剑中 我想写 山剑的安静 我却提到了 这个鸟 用鸟的这个声音 叫声 飞动翅膀 扑它的这个声音 来告诉我们 山间的寂静 写到山间寂静 我们一定要想到 一句王维的成名之作 叫做 山居秋明 山居地点 秋季节 明晚上时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又是空山 而这种空山 你想刚刚下完雨 那么山间的草木 它有一种清新的气息 那么它不仅有 我们看到的眼前的景色 而且有我们嗅到的 经过雨水洗涤过后 那种明朗 天气晚来秋 这个秋啊 一定是初秋的时节 天气晚 它有一个过程 慢慢慢慢 一年将近 一天将近 明月松坚照 我们如果把松坚去掉了 只是月亮照进来 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而加了一个松坚 这个月色 它就是斑驳的 它就是慢慢的 随着这种光影 原来只是有光 有光有亮 你心中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松树 松枝的屏蔽 它变成了影 光影之间 自有一番美妙 而清泉呢 时尚流 再次是视觉和听觉的结合 是吧 清泉时尚流 你怎么能够听到 清泉的流淌的声音呢 还不是因为空山之境啊 而时尚流 如果在石头上面 潺潺的流动的泉水 它自然呢 叮咚之声 从从之声 让我们也感觉到 石头这个形态 形状 这时候开始有了热闹了 什么 竹轩归幻女 由自然到人生 听到了 我看不到女孩子 但是我听到了竹林的那头 竹子又是一个 优雅的典型的形象 是吧 竹子那头 有女孩子 洗衣服的女孩子 他们回家了 那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一种快乐 他们的一种青春的 有涌动的感情 而连动 我看不到渔船 但是我看到了水中的连夜的颤动 我们知道一定有夏 夏本身就很轻盈 是吧 渔船 他们干嘛呢 回家 回家带来的生命的一种归去 是吧 归往 而我们看竹轩的声音和联动的影像 加上幻女和渔舟 他们回家的快乐 和之前的安安静静 还记得我们说到 比如说说孟浩然 是吧 孟浩然 她的诗里头 也会有大家 天色已晚 大家热热闹闹的 去往一个地方 而我去往另外一个地方 在王维这里呢 不管你是 有人事之间的繁华 在繁华的世间走一走 幻女 渔舟都是这样 还是 我有着山林当中的寂静 看到了明月松奸照 听到了清泉石上流 在王维的诗中 是浑然一体的 只要你心静 安静 那么你自然就能够从 不管是人事的生活 还是自然的景色当中 体会到无尽的快乐 才会有了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 本身这个诗的意思是什么 春方歇 就是春天过去了 美妙的景色 都慢慢的在眼前衰败了 所以王孙 这是告诉隐士 说隐士啊 你不要隐居了 外面的生活呀 已经慢慢的走向没落了 还不如入朝为观 而王维是属于反其一而用之 说到了 王孙自可留 我们就留在这里 因为到处都是美好 只要心中能够感受到 生命的一种快乐 那么你就能够在景色当中 发现这种快乐 也就能创造这种快乐 这还是王维的早期的山水诗 那么到了他真正的隐居在网川别业 他还写过一首叫中南别业的诗 写什么呢 中岁颇好道 晚家南山垂 这个家就是住在这儿 中岁就是我人尽中年 人尽中年我们知道 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年人 他也会有中年人的特征 之前也提过 中年人是不是要泡枸杞 是不是要拿保温杯 是不是要玩手串 而王维说什么呢 我就喜欢在中南山边住一住 而幸来美独王 盛世空子之 我喜欢独自一个人 不管遇到了生命 多少的热闹 我自己心里明白 下面就进入到那句名句了 叫什么 行到水穷处 这个水啊 溪水流淌 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 但是走到这儿 我走不过去了 走到这儿 那么就好像生命陷到一种困顿 或者困窘当中 我走到水穷 走不下去了 那么很多人会因此去体会到 哎呀 说这个那人生方向在哪里 但是人家是坐看云起时 走不到自然而然的就坐下来 坐下来啊 前方没路 但是呢 我能够看到云卷云输 生命那种不必一定要找到规律 但是我顺应眼前的局势 偶然直领走 谈笑无还期 别人还在想 我要找知己 我要找朋友 王维说什么 没关系 遇到谁 快快乐乐的跟他聊一聊就好 我们去比较最开始的山居秋名 他会有意的把生命的一些美好 展现给我们看 到王维的晚年 他悟到了生命的根地 根地在哪里 自然而自 是吧 不管我们讲孟浩然 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陶渊明 其实无非都是捕捉到生命 与你内心的那一刻的悸动 然后呢 轻轻地把它白描出来 白描出来之后 让别人在描绘的这个美妙的境况当中 找到自己生命的韵力 在一起读一读王维的这首 山居秋名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幻女 连栋下渔舟 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 美妙的春天 在我们心间 自可留着 好了 今天的诗 我们就读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